为了保持后备军人的战斗力 让他们能随时上战场保家卫国 除了不定期的教招 国防部现在规划日新战事 后备军人短期回忆 而且重点来咯 国家会发薪水给你 以后备来讲 他礼拜六礼拜天 这时候要做协助教招的一些准备 有些单位他就是 又利用礼拜二的单身 这时候部队 他可能在做一些战备成员的工作 日新战事每年 需要参加一次演训 全年入影29天为原则 印章期间具有现英军人身份 我们平常很多中高级专长的 这些后备的战力 他如果不经由平常的蓄积 当然到国家有难的时候 很难很短很短的时间 能够提升战力 退伍后八年内 即已申请退伍 快要礼营的志愿意关闭 都可以申请参加哦 后备军人礼营前的考记 必须打夹登义上 不能有前科 提格也要符合规定 试办期间一年一千 在签约期间不能前往大陆 政治中心 想要赚外快跟想保家贵哥的同志们 快来申请哦 报道